2 OK 然後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直接按完成 再來的話一樣在這個地方 Source 底下按右鍵新建一個什麼 類別 類別名稱呢 直接就跟上面是一樣的 CH3底線二支 2 OK 然後呢記得這邊一樣要打勾 我們按個去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請各位 先在這邊呢 試著 把那個第3-6的程式碼 先輸入上去 那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這裡面到底 他變數的宣告使用方法 OK的話我們把這個程式 先輸入上去 那特別注意 在輸入過程當中 我想各位慢慢要體會 這個前面 這個就是他的所謂的資料形 資料形態 資料形態如果說你要宣告一個變數名稱叫什麼 GRAND 他 就是一個什麼整數 那也說將來如果我要在裡面 放資料的話也只能放整數 所以我在後面給他預設值 這預設只有95 也就在初始化的時候直接就把95塞到裡面去 可是你想說那如果我老師我今天呢我希望給他小數點的話怎麼辦 如果今天有95.5 如果你今天有沒有放點5之後你會發現 有沒有 他發現什麼 紅色的 這個 虛線毛毛蟲跑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跟你講說 前面你是整數 可是你卻放一個 有小數點的 浮點的東西 不可以 他告訴你 那要怎麼處置呢 也可以非常的有智慧 他教你 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怎麼樣呢 強制 轉型 自什麼印刷中 就是後面強制把它 無論如何 還是要丟過去 可是丟過去呢 我不保證你丟過去的資料一定是正確的 我會幫你強制轉 那怎麼轉呢 就是把小數點砍掉就對了 就強制轉型 喔 這種做法 比較冒險 另外就怎麼樣 第二種就是說 請把什麼GRAND的類型 改為Double 就好了 兩個方法 你都可以試試看 比如說你加一個什麼 強制轉型 那什麼叫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在Jama裡面用的非常普遍 如果你很有自信 沒關係 你就幫我轉沒關係 轉過去 錯了我自己負責 那就強制轉型 強制轉型就是小刮 刮起來 反正後面東西 雖然不能丟過去 可是我一 強制轉型之後呢 他就變整數 那整數他就直接 把後面的小數點 咔掉了 所以呢 95.5 傳到前面去 就變成什麼 95而已 無論如何 就無條件 捨去小數點的意思 那這個方法如果你覺得 不行 那你就把它 delete掉 再試一下 移到這個地方來之後的話 將什麼呢 GRAND 改為Double 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製造 炸 P P P